中央官衛生協占對中央這印境的藝餅 行賣的實質和小小子的實品進行挑戰 在那一百塊兩間挑戰的實質當中 有一間來自瓶洞的雷夢 嚴出農藥敲標 還有一間這是分臨生散的導官 違法添加過氧化氫 也就是票白桌 為幾個產品 目前除了下個衣櫃 也已經2千當地衛生單位出發 中央這在北角落 北角落地開始在賣中央這的印境實品 維生協的客家臨員 也在中央進場進行客家 在一百塊兩間挑戰的產品當中 嚴出來來自瓶洞的雷夢 和雲林生散的導官沒有合格 檢出不合格的產品 一件是檸檬 檸檬是它的農藥殘留量超過標準 另外一件是豆干角 檢出過氧化氫陽性 那兩件都已經移情 它的來源商的所下 把縣市衛生局進行後續查辦 除了家宮衛生客家以外 衛生局也有賣賣賣賣 買東西一定要注意產品的標示 如果有問題甘願賣賣 食品標示的部分 就是可能要保存期限 保存日期還有它的主要成分 這些是民眾要注意 假設有那些 反是脂肪還是過敏的部分 它都應該會標示在上面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可能就違反食品標示法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去月餅再去改正 為選舉好民眾 中秋吃杭肉吃月餅一定要四量 新春仍喝素 定月餅的熱量很高 吃太多會造成身體負擔 中秋月餅什麼什麼這些的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非常高熱量的 那以目前我們民眾非常重視養生的一個 觀念的一個狀態之下呢 還是要呼籲我們民眾就是 吃完月餅或烤完肉之後呢 還是要多運動啦 那在這個團聚的日子裡面呢 大家在使用這些東西的話 還是要適量 衛生局也提起民眾 食品要注意猶豪技感到無尊條件 衛生局在國底衛生素 提供免費的製作 讓民眾來檢驗 食品當中是不是有過量的漂白劑 那才是豐富製 大眾新聞中四郎中華 蔡宏寶東 放兩個月餅